应该怎么做 第一步 他不说话你说话 说什么呢 给他出选择题 随便什么都可以 你想看电视还是看电影 你想吃火锅还是吃日尿 你想打扫厕所 还是我打扫 给我问到他回答你 只要他说了一个字 说明他有了说话的欲望 如果他说的这个字是爬 你就跟他说 是是是 我这就爬 然后你就出门 他一定会更加生气 不要急 这是为了调动他的情绪 我们再来一首回首桃 过两分钟回来问一句 那个我就想问一下 今天到底是吃面还是吃饭 这就是虚黄一枪 基本上这个时候 他的肾上腺素就逐渐平息了 做戏就要做甜套 才能滴水不漏 第二步抓住机会 牵着他 看着他 诚恳的眼神看着他 认错的态度摆端着 兄弟们 他一定会继续推开你 然后继续不说话 这个时候你不准从手 继续问他选择题 问到他满意味 不出意外 在你问出20个选择题的时候 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您的宝一定也笑了 呆头们 在我们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 一定要乐观 对女人一定要有耐心 有信心 你要知道 一起花钱 哄是解决问题